你学了化工专业 你在月球上上大学 你就业都得去教区 但是我想问一点 化学内的是不是 他想出审 然后又喜欢化学 因为我们是单亲家庭 大城市买房就压力大 是不是哪里上学 哪里就业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那我要怎么规划好呢 待到你家里同样一般般 孩子还要所谓的异地购房 然后你还要学化学 对 所以我都焦虑成 几天都没睡好了 你这个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对 这个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你想说实话 就是化学众相关的专业 将来所进入的那个行业 本身行业的复合增长率不高 就是大家 我跟大家说一点 就是说 你说老师我孩子将来想工资高 那你将来想工资高的话 一定要怎么样 它存在着几点 就是复合增长率 大家有兴趣 可以把这个打在公屏上 叫复合增长率 就是它一定是高成长的 高成长才有高回报 你没有高成长性的行业的话 你想有高回报 很难的 如果说你到最后 你这个回报周期 相对拉的比较长 那你这个行当的 回报 回报率就不会特别高 尤其是你本身 你行业的人财需求量 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 这个就相对比较麻烦 它不是说这个专业不好 而是说这个专业所在 那个行当 所导致的 我再换句话说 就是大家有的时候 上上上 那我怎么知道 哪些行当 复合增长率比较高 或者成长性比较高 其实说白了 你看什么 就是投资机构 它投什么行业 你就看投资机构投什么 你看他们投哪些行业 投哪些产业 你就知道哪些行业 哪些产业 它的增长性是比较好的 因为你跟着钱走 人家说句不好听的话 是拿着真金白银几个亿 在这做投资 它叫这种机构 你想它是拿几个亿去买的 你就跟着 你就 你说老师我学什么专业 我干什么行当 你就看着 这帮投资机构 它投什么 就完了 所以说的话 化学相关的一般情况下 增长性都不是很高 除非说你将来 我学到物理化学 电化学方向 现在燃料电池 还是一个 电化学是比较好的 一个 就是大家也比较看好 也有一个比较好的 产业趋势的 这么一个分支 其他行当真的不好弄 需求量没有那么大 所以说这个确实是 比较麻烦 确实是比较麻烦 但是你说老师 我一直读研读博 一直读下去 反正读研读博的时候 也不用那什么 也还行 也还行 反正就是 想好 嗯 对 张老师 他就是说了一点 他说 他买了 这个初级的买了 他说需要化学 他说化学内的 下面几个细分的 他说报哪个比较好 家长说实话 同意意见 нед bereit下 下边的二级学科 二级学科专业差别 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大 就是比如 老师 我做的是化学 还是硬化 还是化学生物学 了开发的 没有什么特别 差别特别大的 而且的话 家长你要知道 你后边 你初级本 呢 你买了 你知道后边 有几个专业是代替的 代替的那种专业 本身开设的原因消息不多 所以说的话 其实化学类那就是化学类 那就是纯化学 就是理学化学 它不是化工 它是有个化工 它喜欢化学还是化工 化工也可以 这俩是不一样 来我跟你说 这个叫化学 然后的话 你看到后面是化工 化工它可以 它说好就业就可以 家长你知道化学和化工 是什么差别吗 我不懂 来家长 我给你解释一下 化学和化工是什么差别 A加B能反映出C 这个叫做化学 但是C作为一个化工产品 我如何大规模的生产C 这叫化工 比如说我有很多实验 当我的剂量一点点的时候 我在实验室做 我是能做出来的 但是你让我大规模生产它 我就得奢求化工的工艺 流程方法 所以说就是你相当于 把一个小小在实验室里边 做的化学实验 变成一个快速大规模 生产性的东西 叫化工 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 化学和化工的差别 来我们这边干化工行当的 或者学化学专业的 告诉这些家长老张解释的 对不对 就是一种是小规模反应 一种是大规模生产 这个它是不一样的 化学是理学 化工是工学 如果说从就业的角度来讲的话 工学就业肯定比理学就业要 要方便 但是家长化工这个行当 现在目前是一个重物染行当 也是各个省份 基本上很控制的一个行当 所以说的话 你基本上在大城市就业的机会 为就不大 但是也 但是说白了 也有好处 就是他 千万一 你在小城市工作生活成本 没有那么高 那他都晕了 那 家长就是说 你一旦学了化工专业 你大概率留在大城市就业了 那 那 那比如说强机 它是理学的 是吗 是化学内的 它是理学 它不是化工 那他就业就是科研 或者是方向的 一般就是科研 然后这个专业 现在目前比较好的一个 就业方向就是往电化学那个方向上考 那 老师 您好 那 那强机 就是有一个是下大 还有一个化栏 华兰理工 您觉得 就是华兰理工 我看了一下 他化学是B 然后下大是A 评估 我又不懂这个评估 你 评估是这样子的 如果说一个学校是B加 想变成A 最好的方法就是 下一次评估的时候 多喊几个学校 这是更好的意思吗 就是 因为他这种A A加B 它是按照参评院校的百分比来的 评估的意思吧 就比如说我这个参评院校 只有100个学校 A加就俩 但如果说我参评院校是200个学校 我A加可能就34个 所以说我排第三 如果是评估院校 永远都是100个 我排第三 前面第一第二 我差距太大了 我估计我碾不上了 那我想变成A加 怎么办呢 我就多忽悠忽悠后边这几个学校 我说你们都来参评了 看望baby 你们没有项目是吧 来来 我给你支援一个教授 去 你志愿他 让他能够参评 参评院校越多 A加院校越多 来我们这位 干高校工作的 告诉这位家长 是不是这样 那个学科评估 A加AA减 然后的话 这个什么B加B减 它是这么来的 它是按照你参评院校的百分比 也就是A加的倒数第一名 比A的正数第一名 其实就是差一个名次 但是如果说你参评院校越多 我A加的 我B 我A的第一名 说不定下一次就变成A加了 它其实是一个 一个排名百分比的一个评价维度 所以说A A加AB加BB 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它就是这么 它就是这么参评高校的 玩的一个 一个数学比例游戏 你可以这么理解 我们高校的直播间 我们直播间 如果有高校的老师 参与过这个评估的老师的话 告诉我们直播间家长 是不是这么评的 是不是这么评的 你有兴趣 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学科评估结果 那个A加A 是怎么来的 你就知道我说的 是不是真的了 那你觉得华兰尼工 他指导两个 然后下大招七个 哪个可能性更大一点 家长说实话 我觉得你问我这个问题 还不如问问你孩子 你到时候考大学的时候 你把我这个照片 贴你孩子的墙头 对吧 你拉屎的时候都带着我 说不定有好运气 好 谢谢你 那张老师 我听说有个 北京华跨工大学 它是央企比较容易招 但是它肯定是要留在北京 是吗 那我们就没有这个能力 不一定 家长 你想的没 你觉得北京市区建化工厂的 机率有多大 我是不懂 不好意思 我就想 你想的没 家长 因为化工这种行动 它属于高污染 就是非常危险的行动 所以说这种行动 一般情况下 你就算是建厂各方面的话 它也不会在市区建 它一般情况下在远郊 包括说一些县城 因为现在县城 它招商 它招不来别的项目 它基本上就把这种 化工企业的生产基地 可能招在县城了 或者招在一些成交的位置 因为你在市区 你敢放个化工厂 你疯了吗 对吧 我现在承担很多了 张老师 我就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 孩子就很喜欢化学 然后我们家的处境 你觉得怎么规划会比较好 就是选择就业的时候 城市不要选择大城市 没必要 没必要是吧 就是那我没选择就业的时候 那是不是 报考的时候 我们就尽量也不要报考 那些大城市 那倒不至于家长 那倒不至于 因为我这么跟你说家长 你学了化工企业 你在月球上上大学 你就业都得去交区 跟你在哪上学没关系 来我们当化工行当的朋友 告诉他是不是这样 你在月球上 你跑到 你跑到哪去 你跑到这个城市 最核心的地方 我这么说吧 你到上海 城隍庙上大学 你就业也在郊区 因为这是行当定的 不是你专业定 不是你 这个跟你那个没关系 你自己看一下 我就不想让他学化学了 但是他很喜欢 然后 那要不去搞科研 会不会好一点 搞科研 怎么说呢 家长 我这么跟你说吧 如果你有兴趣 你在网上随便搜一搜 就是大学 然后你再搜一个爆炸 你看一看 都是什么实验室 你自己看一下 我没法说多了 好像等着人家天天似的 其实其实很小很少 但是只要在大学里边发生爆炸 肯定是跟某个专业有关系 你猜那个专业是哪个 好 不懂 那张老师 其实我作为一家长的想法 就想说尽量转化成 不要爆这个化学了 因为我们不适合 你跟他上去 别到时候 你网上又有人剪我视频 你看那个王八带 人家要学化学 都非得跟人家吓唬人家 你这个你别别 就是我 你自己说 张老师 他的化学跟生物特别好 没思考 都90多分以上 没有一次 我觉得可能做临床医生 会不会是一个 家长如果是化学生物比较好 你这卫生性比较高 我真的很有可能 会考虑暴力 有福州医科大学吧 你家哪里的福建哪里 福建农研 那你就业地点 如果没有那么挑 我觉得可以 如果就业地点 你都接受化工了 你就业地点挑什么呀 对吧 所以说你就业地点 太喜欢了 从小都喜欢 小学就喜欢化学了 就这样我就没招 你反正家长你是这样的 有些东西 可能你的一些爱好也好 理想也好 它可能跟你的未来收入是有冲突的 让你自己去决定 这个东西我没法说 好吧 第一个地位叫做金钱地位 什么叫金钱地位 我爸就当成定房 一天多六百 我花得起 一个月一万把 我花得起 这叫金钱地位 我爸做手术 他最后做手术 其实根本就救不了他的命 但是怎么样 他能不疼 他能没有那么疼 十二万 最后我爸没有那么疼 我值 我愿意花了十二万 这是你有钱你说的 这号 你没钱怎么办 我同学这叫金钱地位 还有个地位叫什么地位 叫社会地位 为什么 担任病房 为什么你能住 那么多人做了 都不成为房子 江峰管工经济都不差 对吗 花钱都不成问题 但凭什么你能住 各位家长 我们生命见过太过 这样的例子了吧 你别说担任病房了 我医院好客室 一张床位 你都别找